大家好,我是金钟照 前阵子有观众朋友问我 如果想要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又很喜欢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那这会不会很矛盾呢? 当一面墙挂满自己的作品 可是看的人都觉得 诶,这好像都不是一个人画的哦 那是不是为了要让自己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就不要让自己再做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呢? 其实啊,我觉得这刚好相反 因为每个人在艺术创作的路上 都必定会经历过这种寻找的过程 而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做越多的尝试越好 因为如果一件事情自己不去尝试的话 那自己也不会知道 那个东西到底自己喜不喜欢 也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对不对? 所以我反而会认为 应该要尽量的去做不一样的尝试 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自己想做的 那就放心的去做 至于担心 如果自己一天到晚都做不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风格了 这种问题 其实我是觉得不用担心啦 因为如果艺术家真的找到了自我 知道自己的追求跟核心思想 哪怕使用的煤材再怎么样的多 风格再怎么样的变 仍然都会有自己的影子 比方说啊 德国的艺术大师西格马波克 他就以风格多变文明 他一下子画画 一下子又搞摄影 用的材料之丰富 把工作室弄得好像科学实验室一样 甚至还有一堆有毒的物质 但是他却在全世界的艺术圈内 都有非常高的声誉 大家提到波克的时候啊 通常都会喜欢跟炼金术 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 即使到了24世纪的晚期 他都还算是艺术圈里面的先锋 波克也同样是一位非常复杂 而且难以理解的艺术家 那我今天就试着分享一下 波克的部分创作轨迹 如果被想要多方尝试 但是又希望有统一风格 这个问题困扰的朋友 希望可以给你一点启发哦 在今天波兰的西南部 一个叫做奥莱西尼茶的美丽小镇 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末到二战爆发前 这里都是普鲁士王国的领地 1940年纳粹军占领此地 并且设立了一个2000人的强制劳动营 就是在这么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和地点 1941年的时候 一个姓波克的铁匠 生了他第七个孩子 是个男孩 取名叫做Sigma 在Sigma波克四岁的时候 也就是1945年 二战结束 奥莱西尼茶被战火严重的轰炸 80%的城镇都被炸毁 波克的爸爸只好带着一家人 跑到东德的图林根 结果天不从人愿 二战刚结束 紧接着又开始了冷战 图林根在二战之后 被苏联的红军占领 严峻的冷战局势 使他们无法继续在图林根安心地住下去 所以Sigma波克在12岁的时候 不得不再次横跨整个德国 搬家到西德的杜塞道夫 可以说在波克的童年里面 就是各种的战火肆虐 不同的政权 还有不停的搬家 非常的不安稳 等到波克18岁的时候 先在杜塞道夫一间玻璃工厂 短暂地当了学徒 然后就考上了杜塞道夫的艺术学院 从1961年到1967年 他都在这里学习艺术 而这段期间刚好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时期 多到1960年代的德国 基本上不能忘记的事情有几样 第一件事情是 德国在这段期间里面 经济的快速成长 是德国的经济奇迹的时期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1967年爆发的大规模学生运动 社会和政治中的一切领域 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 而杜塞道夫艺术学院正是这个学运的核心之一 原因就是 德国著名的行为艺术家 波伊斯当时就是在这里任教 而波伊斯最关心的就是社会运动 所以他也把这种思想 言传声教的给了他的学生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当时的艺术思潮大爆发 比方说以波伊斯、白南准、迪克·Higgins为主要代表人物的 经济的情况底下成型的 那这几个流派里面 美国的波普运动在当时是最强势的 波普运动的诉求就是 不要再像以前的传统艺术一样 用那种隐喻性的表达方式 他们更喜欢直接描绘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物品 比方说消费品、广告主题、室内装饰 这些都是波普艺术家创作中常见的主题 波克很喜欢波普艺术 但是又不想要盲目跟风 所以波克就和几个好朋友 一起搞了一个小团体 叫做资本写实主义 跟波普运动的基本精神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过他们要做的不是从美国进口的波普艺术 而是在德国独立成长的艺术流派 那波克做的资本写实主义 跟美国的波普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 美国波普艺术对于繁荣的消费主义 是采取比较接纳的态度的 而波克却是用一种讽刺的态度 把广告、洗脑式的表达降到了最低 这个原因是因为 美国和德国在二战之后的立场完全不一样 美国是战胜国嘛 而德国是战败国 结果就是 吸得经济的快速成长 过度的消费主义让当时的德国社会 完全忽略对二战进行深刻的反思 波克就是在讽刺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画了这个 吃香肠的人 就好像是要用香肠把人给噎死一样 这段时期波克还发现了 贯彻自己一生创作的重要元素 就是原点 波克自己本人是这么说的 我爱所有的原点 我已经和很多的原点结婚了 我希望所有的原点都很快乐 原点是我的兄弟 我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份子 那个时代大众传媒刚刚新奇 不管是纸本的媒体还是广告业都快速的发展 还有电视机的发明和普及 大量的电视节目让当时的人们爱上了这种新型的资讯传播方式 那这时候波克频繁的使用原点 是为了重现电视机的荧幕成像效果 并且也是为了提醒观众 这是一个复制的图像哦 同时代的美国波普艺术家 Roy Lichtenstein也很喜欢使用原点的阵列 不过Lichtenstein的原点 主要是借鉴于报纸或者是其他纸类的印刷效果 而波克使用原点的原因却是认为 在不断重复的大规模印刷的资讯传播里面 可能会发生一些印刷错误的问题 还有可能就是传播一些本来就是错误的讯息 那这是他对大规模机械复制化时代的解读 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观察 波克2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汉堡的艺术大学教授绘画 但是这时候的他主要的兴趣却转移到了摄影剧 他不喜欢德国这种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 开始到处旅行 比方说去苏黎市去纽约 他还开车穿越整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最终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做了一系列的摄影作品 在不断拍摄照片还有冲洗照片的过程里面 波克发现了化学反应所带来的这种不同的视觉效果 他先在冲洗照片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尝试 比方说多重曝光叠加还有扭曲胶片 或是在曝光前就先折叠巷子或是把它揉得皱皱的 他还尝试用不同的化学试剂 看看他们会和胶片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还有会出现怎样的视觉效果 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不满足 只待在暗房里面做这种胶片的实验 他把一系列的光学化学实验都搬到工作室去 比方说他把绣化银涂在他作品的表面 而绣化银会让作品在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面慢慢的变化 这种活着会自己改变的作品 让波克对于物质和颜料色彩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开始用材料的特性来决定自己的创作 比方说他的创作原料就包括了素质 石墨 银 红 铁 金铜 氧化铁 甚至还有碎陨石 这个阶段的波克沉迷做各种的化学实验 他的工作室基本上也跟一个实验室差不多 他还会使用一些很昂贵的矿石原料来创作 比方说什么金钦石 孔雀石 甚至还有一些是剧毒的化学物质 比方说剧毒的致癌物 硫化生 或者说是用来做杀薯剂的自威因福特律 那对波克而言呢 艺术创作是在对的时刻做出对的行动 绘画只是创作没材之一 但并不是唯一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提到波克的时候 就常会提到炼金术这个词 因为炼金术就是要把普通的材料 转变成珍贵的物质 而波克想要探索的 似乎就是打破不同没材的界限 让它们可以互相渗透 比方说他还会突发奇想 想看看能不能让绘画变得跟胶片一样 有透明的特性 那之后呢 波克除了继续做他这种炼金术的实验以外 他也开始做一些历史相关主题的作品 比方说二战时期的集中营 法国大革命 还有反思二战时期 纳粹所发起的颓废艺术运动 他同年那些关于二战的记忆 又全部都跑出来了 所以他的作品当中开始出现一些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的景象 不论是探照灯 高压电网 还是瞭望塔 其实都是战争时期存在的寻常之物 那这也是一直存在他脑海中的回忆景象 波克想要用作品来谴责 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罪恶 还有战争的残酷 除此之外呢 波克还继续贯测他个人最爱的元素 原点 他也没有忘记他想要把画布变得跟胶片一样透明的这种理想 所以他开始从报纸 还有杂志上挑选一些著名的照片 然后把这些照片用它标志性的原点放大弄到画布上去 那早期的波克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手工画到画布上的 但是后来他开始改用一种叫做Pushua的方法 也就是使用有动的板子还有喷枪来做这些图案 那这种对于观众造成的混乱 认识波克想要的效果 而这种从大众传媒演化出来的图像思维 可以说和他早期受到波普运动的影响脱不开关系 波克自己这么说 我喜欢通过放大图像所引起的开放状态 原点的漂浮和运动 图案能不能识别的变化 情境的不确定还有含糊不清 许多原点在震动摆动中模糊起来 再次浮现这让我们联想到发射信号 雷达图像还有电视之类的东西 我来做个总结 我用Sigma波克的故事跟大家讨论一下 是否需要为了保持统一的风格 就限制自己不要多方尝试这个问题 波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家 他创作的作品种类非常的繁多 那我只能在这个短短的15分钟 讲一些他作品的冰山一角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作品集 会发现他有很多的作品 看起来真的是南辕北辙 不过在这些风格看似 极不统一的作品背后 却有共同的运作逻辑 比方说是原点 或者说是变动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艺术家本人的内在核心 波克的创作是不停在变化的 因为他认为唯一不变的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都一直在改变 他甚至尝试让作品会自己改变成长 那这或许和他童年 被迫不断搬家的经历有关 也或许和他童年需要接受 很多不同的执政政权有关 也或许和他青年时期动荡的社会 还有激进的思潮有关 也或许跟二战以后 风起云涌的新兴艺术流派有关 也或许和快速兴起的大众传媒有关 那这些都有可能可以解释 为什么波克的一生当中 创作都是始终不停地在变化 那他使用的材料呢 完全不限于这种传统常见的颜料 不过不管怎样 波克都是在用一种很明智的方法在生活 他完全不愿意依照他人 或者是社会对他的期望来生活 这个是属于波克的独立思考 不会随波逐流的态度 那他的好朋友对他的性格描述就是 明智的不愿遵从期望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精神 他才能终其一生都在探寻艺术创作的边界 我觉得啊 绘画艺术的学习 其实就在学习这种独立思考了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要画什么 你就画什么 别人告诉你要怎么活 你就怎么活 那这个也是艺术的可贵之处嘛 如果画图就是照本宣科的在画照片 那学习画的像不像 那其实已经失去了绘画艺术的最大价值 所以为此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堂免费的公开课 希望能够清楚的告诉大家 绘画应该要怎么学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摆脱这种困境 连结我放在下方的描述栏 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点击去看哦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帮我按个赞 也欢迎订阅还有转发 我是金中兆 我们下期再见